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反响的移动硬盘 这个盘绝对是我目前为止收到过容量最大的移动硬盘了 它的容量足足有4个T 注意,这个是固态,不是普通的那种机械硬盘 之前有网友给我留言说没看到我维修过4T以上容量的盘 这不就来了吗?我根据它这个型号搜索了一下 目前的售价差不多是2000吧 料板就不用想了,我手上肯定是没有同款的 这块盘它是Type-C接口的,我给它找了根A转C的线 我们来看一下电流 上电电流还是有的 但是这种卡电流的感觉 10有八九可能就是它的固件存在问题了 这么大一块硬盘里面用的主控方案 我还是有点好奇的 目前做这种PSSD的主流方案 一般有汇用的2320或者是群联的251-17 高端一点的可能就是桥接芯片配上固态硬盘的主控了 如果它里面用的是固态硬盘主控 10有八九可能是连云1602的方案 但是根据这一个电流 我又觉得它非常像是2320的主控 长度倒是刚好可以放得下2280的硬盘 不过这一块硬盘目前我也还没有拆 先让我来研究一下怎么把它给拆开吧 其实拆卸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需要把接口上面的这一个贴纸给它撕开 就能露出螺丝了 没有三星那么变态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用的是什么方案 这个方案我还是有点好奇的 好像还出不来哦 估计后面还要捅一下 研究了一会 只要把这个贴纸轻轻撕开 就可以往后推出来了 果然是2320的主控方案 我感觉这一个盘有点危险了 现在这一块盘已经被我短接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颗粒ID 主控可以读到 颗粒ID一共有32个 根据这个ID判断 它应该是一个BIS5的颗粒 我们来看一下 确实是BIS5的 因为它的颗粒ID以及主控都认到了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空焊或者是虚焊导致的 因此我们就不要再去干这个颗粒和主控了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掉固件问题 2320的这一个主控 它之前是不支持恢复的 也是最近才更新了这一个支持 现在我们来尝试一下 先给它上传一个固件 然后我们再给它重新创建一下翻译器 这个数据翻译器重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等一下吧 这块盘的数据翻译器虽然可以重建上 不过它里面的数据却是读不出来的 至于这个颗粒嘛 我就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 不说它最差吧 但是BIS5颗粒还不是正片 那漏电肯定是妥妥的 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ECC爆错了 整体来说这个颗粒非常抽象就对了 这块盘只好到时候再给它研究研究了 反正今天暂时算是翻车吧 接下来我们来开一个金士顿的MV2 没错金士顿它又又又换方案了 这一次换的主控是特纳菲的2200 这个主控也是近两年新出的品牌 具体稳定性如何 还需要等待市场的进一步验证 今天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在视频上维修 特纳菲主控的金士顿盘 因为之前用的MV2都是汇勇或者群联方案的 我们先看一下电流 它目前的上电电流还是有挑变的 其实这块盘昨天都被我摸了它一整天了 另外我也有尝试插过它后面 可无论我怎么更换知识组合 它硬是对我闲熟的手法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不知道是不是对我的手法产生了免疫 我在想这也不应该啊 我们还是初次见面 有可能是它比较害羞 不愿意展露真实的一面 这时候我们就要找当事人了解事情经过了 当事人说这块盘在前一天晚上使用还是正常的 可能怀疑是在车子后面没有固定好 再加上剧烈的震动以后 才导致它无法识别的 经过大致的了解以后 我有一种感觉硬盘可能就是被震晕了 这时候我们如果能找到一款同款的料板 那事情的进展是不是会更加顺利 很可惜我手上并没有这么新的料板 当时我跟对方是这么讲的 因为它这颗盘的主控型号比较新 有可能这个料板不太好找 因为它这种盘你就算买它一样的型号 也不能保证你猜到的主控型号也是一模一样的 可没想到这名网友比我心里还急 二话不说第二天就给我把这一块料板给送了过来 另外它的运气也非常爆表 一次出金 虽然这个外包装还没有拆上衣也还没有拖 但是看后面这一排孔位应该八九不离十是对了 而且我在观看的过程中还注意到 硬盘后面这里好像是有一个小电阻掉了 我之前是不确定它是空焊盘还是掉件的 毕竟这里太小了 也没有看到其他元件有粘连在上面的痕迹 万一真的是这个电阻震掉以后导致硬盘不识别的 那可真是剪大漏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块料板的上电电流 料板上电电流是0.22 跟这块坏盘差不多啊 那么我们再来找一下它这边的短接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我们先从最外侧的这两个孔开始测试 哎呦 一次戳对了 直接一个一兆的论分区出来了 那我们再来换这一个来看看 虽然我之前也测试过 后面的孔都不知道被我换了多少次组合了 可以看到我短接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后面我又对比了一下它调建这个地方的电路 它这个电阻是通往第二个点位的 理论上是不影响我第一组短接的 但我们要学会提取用户描述的关键信息 它是在车辆上剧烈震动以后才不识别的 当然有时候用户的话也不能全信就对了 那它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金阵被装坏了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接下来咱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金阵 我的试波器好久都没有出场了 今天就给它一个表现的机会 另外我刚才也测量了一下 这边的电容的溶值都是正常的 不关前面的事 我们可以从料板上面的这一个金阵 左下角量到这一个波形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坏盘的表现 可以看到这个坏盘上面 目前已经是完全测量不到这个波形了 那剩下的就简单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给它换一个金阵就好了呢 金阵从哪里来 要从料板上面拆吗 我觉得没必要啊 我的原则是尽可能的给用户节约成本 它上面用的是一个25兆的金阵 我们可以直接从三星的料板上面拆到 三星的这个金阵 它还是有点大的 但是安装上去应该问题不大 上机直接轻松秒杀 其实这块盘跟今天加起来 已经困扰了我两天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给它做反复的检测 如果对方不给我提示 说是震动过以后出现的损坏 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去怀疑 是这一颗金阵导致的 我可能会有点大部分时间